关于今年的小新新品 趁着官方解禁来速看一下 基于Adelike架构的 英特尔12代P系列移动处理器 在我们小新本上的表现吧 测试型号为小新Air某某的 i5-1240P 10nm工艺制造 也就是所谓的英特尔7 作为参考 会上一代的i5-115G7拿来做对比 先来看理论跑分 在Cinebench R20中单核617分 多核3932分 相比115G7单核提升12% 多核提升较多 在73%左右 甚至要比i7-1195G7的多核 还要高一些 核显部分虽然依然是锐聚80EU 但因为更高的内存宽带 在3DMark TS中 能看到也有多达25%的提升 因此在理论测试方面 无论是CPU性能还是核显性能 都有着较为可观的涨幅 来到实际体验中 洛禄在2K全高画质 同场景下 1240P平均在148帧左右 相比1155G7的90来帧 直接提升接近60帧 这个成绩确实挺吓人的 测试几遍也是同样的结果 更让人吃惊的是 在给他爱舞1920×1200分辨率下 自带基准测试 平均竟然能达到81帧 另外 对于轻薄本 屏幕刷新率 普遍至高120Hz来说 这个流程度已经够用 随后我们拿平时拍的 4K50帧10bit 4R2视频素材 测试了剪辑感受和导出速度 同素材 加速裁剪等简单剪辑后 对比了渲染时长 1240P花费2分29秒 相比1155G7快出1分43秒 接近2分钟 而导出速度差距同样被拉开 1240P花费1分56秒 1155G73分21秒 会慢个1分半左右 相比导出时间 我相信大部分用户 更在意的是剪辑过程 也就是剪辑感受 同时因为支持硬解4R2视频 在预览素材时 机器温度和风扇转速 都会相对更低 得益于新增加的8个高效内核 这种更安静的运景 不仅仅是炒不炒的问题 本身续航也会随时增加 好了 更多关于12代移动处理器 在小心不同机器上的表现 会陆续放出 敬请期待